允記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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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六七八句 就是默默無聲等候的神 知道盼望是從祂而來的 你就不用怕了 因為祂就是你的盆石 就是你的拯救 就是你的高台 你就不會動搖了 不單只是你的盆石 你還是力量的盆石 還是一個盆石上面有力量的 你知道榮耀是祂的 避難所是祂的 你時事靠祂就是我們的避難所 這個就是神天的中心思想 不單只是告訴你 如何等候 還告訴你為什麼 祂可以成為你信靠的對象 當然不是這麼簡單的 我們再看看這篇日詩 很多時候人們是知道的 我們信了耶穌 我們回到教會 我們知道我們要等候神人 我們知道救恩是從祂而來的 沒有問題的 這些都是教過我們 讀過聖經、翻過主日學 自己查過經 都是很清楚的 我們是不用出聲的 我們就這樣等候神 救恩是從祂而來的 而且我們得蒙救恩的 我們已經洗禮信了耶穌 我們已經有神的記號 聖靈的記號在我們身上 告訴我們我們已經是信了神的人 我們就沒有怕 因為我們已經有永生的盼望 我們知道的 我們還知道祂是我們的盆石 如果有石頭佔著在底 我們就每腳軟軟 不會沒有根基 沒有依靠 我們還知道祂是我們的高台 祂托高了我們 讓我們站在這個高台上 祂是我們的拯救 但是知道了又如何呢 我心不肯動搖 我都知道我不好動搖 不肯動搖 就是說都是動搖 不過不是很動搖 這就是我們信了耶穌的人 很多時候都落入這個處境 明明知道 但是心仍然亂亂 很多時候等候神 就等候到心慌慌 很多的憂慮 還經常都是愁眉苦臉地等候神 在這個時候 神不是馬上出手拯救我們 你等候我 我馬上伸手拯救你 你本來要照顧慰鏡 一照就沒事了 你懷疑有什麼病 一看醫生醫生就說你康復了 你一說失業 沒有了一份工 明天一馬上找一份工 通常都不是這樣 通常呢 它是會讓你再受到一些的考驗 試煉 你受到攻擊 但受到破壞 好像你躺在牆上 然後呢 牆都歪了 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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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到什麼時候 神的請教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來 也不知道夠不夠我 信心開始動搖了 在這個時候 會有人攻擊你 將你推下去 你本來有功的 推到你沒有功 本來有病的 現在傷風被塞 喉嚨就出不了聲 很痛苦 還會聽到很多閒言閒語 最糟糕就是這些 口需祝福 心卻就阻 這就是兩面人 它可能是你的上司 一方面就稱讚到你 你的表現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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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是 升職加薪金 誰知道 第二天就收到他大疑洞 收到他大信封 接著就說 對不起 我們生意不好 現在要裁員 你就在這裏做得最久 人工又比較高 所以 炒你一個 就可以省回炒幾個人 我相信你都不介意 你沒有了份工 但是可以救回幾個人 說完這些口是心非的事情 聽見就一把火 也都可能是這些 口裡祝福心裡的咒座 可能是來自公眾的人士 可能是來自政府 政府就說 不用怕的 不用怕的 我們現在第五波疫情 很快就好了 4月幾多日 幾多日 就可以出去 四個人六個人一起吃飯 接著教會 又可以開的 接著又什麼又什麼 講一大論 這些事情 我最近聽到這句話 我就覺得 收裂片好笑 現在是床等人 現在是針等人 我們有足夠的床隔離設施 我們派外展隊 幫人打針 我聽到這句話 我就覺得 口裡是祝福 但是 心裡有沒有這麼爽 只不過是 哄人開心 一方面誇耀自己的能力 一方面是哄大家開心 但是不要給它影響 就是這樣 有人會商量 說這些方話 好像哄你開心 其實是不行的 所以 沒錯 我們是等候神 神還給我們一些試煉 給我們一些困難 於是 我們就 知道 資格 默默無聲 專心等候神 在第五節 因為救恩我們拿到了 現在我們還有盼望 有救恩之後再加上盼望 盼望都是從神而來的 所以 所以 不可能發生的 我們這些病 會好得回的 我們 可以 我們心裡想求神的 希望得到的 神都會給我們的 我們 找工會找到的 我們求職會求到的 我們的病會好 所以 我們就自我安慰 我們安慰自己 重複地對自己說 唯獨 它是我的盆石 我的拯救 它是我的高台 我必不動搖 我必不動搖 我必定不會動搖 這句話 是自己和自己說的 也都是一個宣告 這個宣告就是說 在這樣的情況 我們要等候神 在這樣的情況 還要被人落井下石的時候 我們要宣告 它是我們的盆石 是我們的拯救 是我們的高台 我必不動搖 我不是這樣說說說說 就這樣解決嗎 不是 關鍵句 在第七節 第七節怎麼說 我的拯救 我的荣耀都在乎神 我力量的盆石 我的避難所都在乎神 你有沒有發覺這句有什麼不同 以前是說我怎樣我怎樣我怎樣 我心又怎樣 我又等候神 我什麼什麼 我的拯救什麼什麼 整個想法的中心都是自己 是想自己的需要 去到第七節 我們就做到一件事 就是轉移這個信念 我們的眼光擴闊了 就是我們剛才那首詩所說的 我們有了信心 我們看到 雖然無論走到多遠 走到雲端 無論山有多高 我們都可以踩在腳下 無論天有多黑 我們都可以看到閃亮的星神 無論夜有多長 我們都可以倒閃 因為這個時候 我們再不是奶念我們自己的需要 我們是轉念 我們能夠看到 榮耀在神那裡 我們的力量是神給我們的 我們的避難所 究竟避不避開這次的疫情 避不避得開這個失業的痛苦 是在乎神的 除了這個轉念 除了做這個宣告之外 他還做了一件事 叫做 眾民當時事倚靠他 我知道不是只靠口說 不是單靠這個宣告 我要知道是要時事去倚靠他 時事去倚靠他 什麼意思呢 即是平日有所操練 平日有所操練 平日就是有敬拜的時間 平日與神獨處的時間 平日是與神傾心吐意的時間 以致神是我們的避難所 不僅是在乎神 他還是我們的避難所 聽到第七和第八節 在語氣、態度、行為方面 和認知方面 都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和神的關係是更新了 和深化了 這就是我們很多時候的力量的來源 很多時候我們知道 但做不到的事 我們未能夠踏入這一步 將我們的信念由自己 掛著自己 讓自己的需要為 第一 是首要 媽媽將它轉念去神 是明白神的屬性 知道是神決定夠不夠我們 榮耀是在乎它 盤石的力量是在乎它 去到第九、第十節 仍然在這個時候會遇到一些困難的 有些悲觀的 仍然是會抱怨的 不過以這個時候的抱怨 我們有一種不同的態度 那個態度是什麼 下流人又虛空 上流人又虛假 其他的人 無論他是向上爬的 向下流的 我們的上司 我們的下屬周圍的人 他們都有虛假的一面 放在天平裏面 這些人就浮起來了 他們比空氣更輕 不在乎 不要緊要 影響不到我 很輕的 他們都浮起來了 不要像勢欺人 反而我們就不要 有智有勢的時候 有勢力的時候 不要騙人 也不要搶奪而驕傲 有錢了 財報增加了 都不要放在心上 這是世界觀的轉變 看不看到 看人的時候 他們虛假虛空 一定有這種人 是踩你了 一定有這種人 是講謊話 口裏面祝福 心裏面就座 這些都是常態 我們不在乎他們 不看他們 他們被空氣還興 是不會影響到我的 但是反而我如果有能力 我自己有財富 有地位 我們不要驕傲 我們不要放在心上 這個世界觀的轉變 就是我們信靠的保證的來源 力量的來源 不單止自己看到 所有東西來自神 還有看到我們 在人世上 所過的日子 真是虛假虛空 不要放在心上 所以失業不是那麼大不了 疾患病不是那麼大不了 神護了新冠肺炎 都好得翻 不用擔心 接著第十二次這樣說 神說了一次兩次 我都聽見 就是能力都屬服神 主說慈愛都是屬服你 看到嗎 說了四樣東西是屬服神的 榮耀是屬服神 避難所謂屬服神 能力是屬服神 慈愛都是屬服神 我們開始對神有一種更新 觀念的更新 對神的關係 有一種深入的變化 這個關係是怎樣的 神說的東西 一次說兩次的東西 我聽到了 我眼光不同了 我的耳目更加精靈了 因為神是會照著 各人所行的去報應他 那不用怕了 神是公義的神 神是聖結的神 神是榮耀的神 神是我們避難所的神 神是施恩拯救 彼此愛我們的神 這個就是我們信念的來源 就是我們一切力量的來源 就是我們面對困難、逆境 無論我們在哪裏 在做什麽事 碰到什麽問題 唯到不用怕的人 享受一下這首歌 我們用這首歌來總結一下 我們所聽到的東西 是否有一點步驟 只要是要不肯定 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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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為我們能否和我 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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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種心血眼光 雷體發生在我們的身上 開我們的異果 並且我們一切 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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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只知道 我們更加感受到 力量重慎的靈 永耀束褲 恩典慈愛 都是重慎 不管天有多黑 星星還在夜裡閃亮 不管夜有多長 黎明早已在那頭盼望 不管誰有多高 星星的哥把他踏在腳下 不管路有多遠 心中有愛仍然可以走到雲端 不管天有多黑 星星還在夜裡閃亮 不管夜有多長 黎明早已在那頭盼望 在心中 心中有多高 星星的哥把他踏在腳下 每天都在夜裡閃亮 我們一首歌 留花著心中的女孩 永遠可以走到雲端 誰能跨過街南 誰能飛越街上 誰能看見街別 有夢可笑 所以我們會有盾頭 會有藥人 我會有盾頭 會有盾頭 會有盾頭 我會有盾頭 會有盾頭 誰能跨過街南 誰能飛越街上 誰能看見街別 有夢可笑 上帝的心看見習慣 你的心裡要有眼光 這份的眼光是我們要學習的事 是我們要面對的這個人生 回到我們這個詩篇 神有無講 因爲你所求的 我一定給你 病的得醫治 窮的可以發財 無仇無慮 無病無憾 你發覺 無慮 雖然 62篇 1 至 12 節 給到我們的是信靠 給到我們是見證的一個經歷 但是神給到我們的呢 就是告訴我們我們對祂有信心 因爲祂是公義 因爲祂是次能力的神 次恩典 而愛的上帝 既然有這份公義在我們的心上 既然我們知道 神是照著我們所行的事 來報應我們 那我們還有什麼擔心 還有什麼懼怕呢 我們懼怕的就是能夠 能夠遵入同神的同在 我們懼怕的祭祀 再打理 今天的PCB呢 雖然是藝術節 但是講了一個 我們可以順求的道理 其實很多的詩 都是藉著這些善靈的結構 將一些很重要的聖經的儀質 告訴我們 我們來聽 我們獲了 得到聖言的力量 我們就不用再害怕了 時間又到了九月中 我們這個 知取聖言的力量 就將會是下一個禮拜 是最後一節了 因爲 這個香港忠服中心 侍奉中心 就會決定在4月8日 就停了他這個 第四者力量的頻道 那我經過祈禱 我就覺得 我就繼續做一些分享 但是今次就是 不一定是說聖言的力量 我想說的是一些 關於牧養的經驗 現在在職場上 我們會面對 失業的問題 被老闆炒魷魚的問題 我們會面對 關門的問題 做生意的關門 我們有很多很多 不知道怎麼決定的事情 所以職場牧養頻道 將會用新的形式 在一個元宇宙教會的 這樣的環境底下 來出現 暫時定在八點半至九點 可能會長一點 9點15分 給15分鐘的時間 我未做過的 但是我想試一下 每一次都是講一個 職場牧養的困難 記一記的決策 然後從聖經的角度 從神學的角度 去討論一下這些問題 記到究竟上帝的心意 是怎樣 4月11日會是第一次 如果大家有時間 又想進來 如果這個生意的形式 不是Zoom 這次我們改了 在一個叫做 Gether Time的軟件的平台 裡面的好處 就不是硬角角 看到四光跨 看到你的樣子 然後跟著 就對著這些機器 說話 不是的 它可以動的 它有一個叫 教會的環境 你可以走來走去的 如果多人的時候 你可以主動在它裡 你兩個聊天 我們聽不到的 我們也可以透過咪 跟你說話 有很多新的功能在裡面 記下這個application 在用你的電腦上網 手機行不行呢 我就未知道 我還要用手機試一下 你可以下載 開了個戶口 在Gether Town這個地方 開一個戶口 開了之後 我就會告訴你 在哪個室裡 我們在4月1日再見 希望你繼續來 或者你現在不在現場 或者你會看到這個錄影的時候 你也要記得它 我們在Gether Town 4月11日之後 繼續用一個新的形式 職場牧羊頻道 和大家分享 今晚的時間就多了 看到德基在這裡 德基 你想不想開咪 可以說一下嗎 好 請說 一個躺平的信套是為什麼 聽不到可能要大聲 一個躺平的信套是為什麼 躺平的信套 是啊 現在很多的字眼 那些議員和特首開會 都有些躺平的字 哦 我就不知道是否適合 躺平通常說 躺平的意思就是 不要理他了 不要特別做一些事情 開放 反正都是控制不了 動態清零都是搞不定的 那你就當沒事發生 反正每個有七成八成九成的人 中了之後免疫了 就不用怕了 現在那些好返的人 到處走 又不用戴口罩 又不用整句 我半年之內就不用再怕了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你聽到的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我聽到傳道書裡說 就是 不要記過在地上的事 要多些去想回天上的事 是啊 地上的事 工作就是 不要想到工作是很辛勞 很辛苦 說到我們在工作中 尋諾我們人生的意義 是啊 你知不知道你的工作是上帝給你的 是啊 是啊 上帝給你的 也是要求你的工作上面 是有你的使命的 我們都可以在我的職場模樣頻道說一下 我就發現得到了 我從來沒有想過做這樣的頻道 就好像做電台節目那樣 但是神也很奇怪的 一步一步地帶領 如果不是有第四者頻道 力量頻道 我又不會搞這個節目 搞這個節目之後 又不會做了一個月之後 想想做不下去呢 至少有你來聽 我覺得至少不用對著這部機器說 是啊 有你來捧場也好 不是人數的問題 我想其實對我自己的幫助是大的 因為可以把很多東西整理一下 這兩篇C編 11篇和22篇 都是因為這個節目我而準備 其實對我自己的幫助很大 以後自己再碰到一些軟弱等候 心裡莫莫無聲的時候 我都會記起 在今天我講的這篇C編 今天神藉著這篇C編 讓我知道怎樣去等候它 怎樣去聽它的聲音 怎樣去宣告它的屬性 它的恩典 它的詞愛 幫助自己來過渡 希望在目有的頻道裡面 我們再有更多的時間 一起討論這些問題 好 謝謝你 我們今晚就到這裡 拜拜 拜拜 拜拜